好的 我明白了 乔小姐 告辞了 小影子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一定很疑惑 不过我只能告诉你 马文到青岛去开这个餐厅 为的是另外一个女儿 我相信你知道这个事实 一定会赞成我这种做法 也会为我守着这个秘密 对吗 行 喝杯水 好 谢谢 这位大哥 一会儿 听完我说的话 您先别太激动 有什么不爱听的 别 别往心里去 也别什么都不往心里去 您 您没心脏病之类的吧 那就好 我被辞退了 那个 公司会补发给您三个月的工资 另外您想换工作的话 还会给您开一份 非常漂亮的推荐信 您看行 我这就办手续 拜拜 这位大哥 这位大哥 这些解释都没有意义 我只想知道 为什么眼看就要签约了 对方会突然反悔 是不是你们没有处理好 跟对方的关系 行了 不要再说了 我不管是什么原因 总之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否则 你们就别从青岛回来了 就这样吧 关了 虽然我不是很介意太太 在工作的时间 来找自己的丈夫 不过看起来并不是 我所期待的那种私事 总裁 这位是我今天约见的员工 我了解了一下 他们家的生活 实在是太困难了 公司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 不可能 莫初夏 这是公司的制度 他以前是一个 挺有人脉的销售 只是这半年 实在是太不走运了 孩子惹了官司 自己又生了病 手头上的经销商 又全都被别人撬走了 这才影响了销售 能否留在审视 取决于他能给公司 创造多大的利益 而不是他有多少困难 懂了 您有没有想过 这对其他的员工是否公平 他目前的状况就算留下了 还能不能胜任以后的工作 销售东班续跑压力太大了 他自己也知道承受不了 可是我发现 他性格特别地沉稳 温和又大度 可以去做客服吗 哦 总裁 我就再给她一次机会了 总裁 孟初夏 这里是公司 不是让你爱心犯烂的地方 不用再考虑了 我的答案就是 不行 可是你不让她试一试 又怎么知道她不行呢 而是有了这得来不易的 第二次机会 她肯定比其他的员工 更努力 更认真 沈总 沈太太 其他的员工都知道这困难 大家都是能理解的 莫初夏 这些说好听一点叫希望 难听点就是幻想 将来出了问题 是你负责还是她负责 有 看来我们新晋的沈太太 并没有享受到特殊的照顾 好 本来我以为 我们的儿媳妇 走后我们又回到了沈家 一定会耻从而交 现在看起来我儿子 并非因为你而有所改变 我放心不上 董事长 你应该叫妈妈 你都多久没有这么叫我 孟小姐这么称呼 我承受不了 董事长 如果能有别的选择 我也不会再回到沈氏工作 不过请您放心 我跟总裁早已经达成共识 在沈氏工作的时候 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小职员 我会靠我自己个人的努力 得到英勇的报酬 您放心吧 孟小姐 你利用了我们母子之间的敌意 而谋得沈太太 这金光灿烂的金环 还在上装什么自强 清高 你不觉得有点可笑吗 什么叫利用敌意 沈氏 这两天我也冷静地想一想 如果当初我不是那么 极力地反对 相信你们俩也不会那么快接我 出于对你跟对审师的保护 我没做出任何过急的事情 也算是一个母亲对儿子一种宽悦 不是 你跟换种角度分析一下 就算是你想随便地 把一个女人放在家里做太太 这个女人她有资格吗 董事长 如果您听别人说了什么 或者刚才我对她的态度 让您产生了什么错觉的话 恐怕要让您失望 我跟妻子是真心相爱的 即便刚才对她语气硬了些 也是出于对她在工作上的尊重 实际上 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 只要是她提出的要求 我都会慎重考虑 初夏 刚才你求我的事 我答应了 前两天我已经跟您说过了 个人的私事 原谅我实在没时间 与别人分享 如果您没有公事要谈 那么我跟太太先走了 看到了吧 我的母亲不会轻易承认这段婚姻 你恐怕要陪我演很久了 董事长也是为了你好 她都已经把你说得那么难堪了 你竟然还在替她说话 董事长 以前是因为对我有误会 所以才又是责骂又是收买的 可是那个时候 我真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当然会生气 那现在我属于跟你一起 何去活来骗人 让一个长辈伤心难过 心里觉得过意不去 如果 你知道她曾经做过什么 就不会有这种忧虑了 放心吧 董事长一手把审视 从积极无闻的小品牌 发扬光大 心脏强大得很 她可能会难过 但难过的是 她儿子的人生不再由她来掌控了 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 母子之间也能闹得这么僵 其他的事你别管 也不要心存什么愧疚 就当是为了 曾经的那个女人出口气吧 那个 刚才你答应过的事情 还算数吗 让她明天去找客服部的 总监报到 真的吗 你绝对是我见过最帅 最有爱心的总裁 谢谢你 不过这种情况 我不希望再发生了 这次负责 下巴 这个情况比较特殊 虽然她在外联上的成绩 不是特别好 但是她平时的业余爱好 是电脑程序 这种人不留在公司的 网络部门 可惜了呀 总裁 你别看她长得一副 凶神恶煞的样子 她可是美术学院毕业的 可以去公司的 宣传部门试一下 可以吗 宣传 她算账的确不行 可是你看 她长得这么漂亮 好好培养一下 一定是一个 特别好的公关 可以吗 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 孟初夏 你把我当什么了 申诉中 是农芯主任 还是农贸市场管理员 这两天往往 面前带了多少人 你数过没有 看来你不太适合 现在的工作岗位 明天开始去 龙泰诺餐厅上班 可是 没有可是 你的职责是按照 公司规章制度办事 不是利用沈太太的身份 解救众生 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利用什么沈太太的身份 带到你面前的这些人 也的确遇到了 各种各样的困难 到此为止 明天去餐厅报到 最近的确是我约见了 不过我真的只是想跟你商量 最终说了算的还是你 就好像我的生活一样 最终还是由你来决定 没有别的事的话 我先走了 总裁 我好像来得不是时候 怎么会 咱们约好了吗 再给你三个月的时间 考核通过了才能留下 谢谢总裁 谢谢 让你见笑了 自己员工的麻烦 你跟初夏还好吗 上次刚刚跟你谈过 今天就看到这个场面 实在是不让我放弃啊 一点小矛盾 工作范畴之内 这算是在监视朋友的婚姻吗 叫监督更合适 我既关注初夏和你结婚后 过得好不好 有同事是你们的朋友 不说呢吧 怎么 你会紧张吗 欢迎监督 嗯 关于新口味咖啡的广告问题 你提的建议我考虑过了 从美国运的东西到了吗 小姐 今天上午刚到 方客厅了 晚饭不用准备了 我不在家吃 是 小姐 学长 你怎么在这儿啊 跟沈阳约了谈工作 上车吧 送你回家 不用了 我坐公车回去就可以了 也好 那我把车放下 陪你一起坐公车 看来你还是害怕闹绯闻啊 盛态 学长 你就别再开我玩笑了 其实我今天来的时候 正好看到你和沈阳在哨家 今天是我的错 可能最近跟沈阳熟了一些 所以一时之间头脑发婚 忘了自己的位置 你是她的妻子 有什么意见 去找她沟通 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 怎么能用头脑发婚这个词呢 词 主角 那天陪菲菲的时候 我说的话不时客气 虽然你现在已经结婚了 我还是愿意做那个 陪在你身边的朋友 当然 如果沈安不介意的话 她怎么可能会介意呢 我的意思是说 学长你能这么想 我真的特别开心 好 最近的确是我越界了 不过我真的只是想跟你商量 最终说了算的还是你 就好像我的生活一样 最终还是由你来决定 谢谢啊 谢谢啊 初夏 如果现在有什么事情 是你自己不愿意做的 又或者是沈安强迫你做的 我可以去跟她谈谈 说实话 你们这场突如其来的婚姻 我一直不理解 但如果其中有什么隐情无果 你不妨说说 很多时候 这个世界上 并非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学长 你太多虑了 沈安她不是坏人 我也没有那么好欺负 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没错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 是我想都没想过 生活也好像脱离了 原先的轨迹 但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换了个工作 遇到了真命天赋 晚了五分钟 结果发生了不幸的车祸 任何一个选择 都有可能改变你人生的轨迹 的确 这场婚姻把很多东西都给打乱了 越来越多的人牵扯进来 跟我有关的 跟我无关的 的确让我有一点措手不及 可这么多的生活经验告诉我 混乱总会过去的 生活最终 还是要回归到平静 所以太迪学长 你就千万别再转进来了 就让我一个人 一点一点把生活整理好 好吗 好 好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 我都会无条件地支持你 不过下次 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 无助的时候 记得给我打电话 我一定会出现在 你需要我在这地方 谢谢 谢谢 我回来了 加班开会真累人 正好赶上吃饭 我去洗手 不好意思 这饭桌上呢 就只够我们两个人吃的 多一粒米都没有啊 你不是说好了吗 在这个屋檐下生活 要有界限 对 我以为你托我照顾梦想之后 就不好意思再提界限这个词了 看来我还是低估了 某些人脸皮的厚度 得了吧你 前几天你把梦想怎么着了 还不一定呢 你干吗孩子吓得都 都听话了 孟初夏 承认吧 你这是在公报私仇 你纯粹是在发泄白天在公司 所遇到的不满 有问题吗 在公司里你是老大 在这儿嘛 我是老大 再说了 没有人有义务 做好饭等你回家吃饭好了 去吧 我去开 别别别 你去开村怎么回事啊 万一是熟人呢 孟初夏你的逻辑太奇怪了 我是一个丈夫的身份 住在这儿 又不是来偷情的 是 沈哥哥 嫂子 你好 嫂子 你们家好温馨啊 你把东西放下 回去吧 好 你好 你就是小梦想吧 你是 我是 沈哥哥的朋友 我叫乔佳颖 你可以叫我佳颖姐姐 就他这么说 你得叫我阿姨 嗯 从长相上来说 叫你阿姨很合适 叫阿姨好 这又礼貌 佳颖你你坐 我去给你拿点水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嫂子 你们结婚 我都没来 本来应该早点来拜访的 可是我这几天太忙了 这不 今天刚抽抽时间来 我给你们送新婚贺礼来了 你还准备礼物 太客气了吧 来 来 沈哥哥 沈哥哥 你还记得吗 这幅画是悉尼一个油画大师 送给我们的 你以前不是特别喜欢吗 这太漂亮了 这是你们两个 对 是我们 嫂子 我知道 在你们的婚房 放我的画像好像不太合适 不过艺术跟照片还是有区别的 重要的还是画面上的美感 你说是不是 是 而且沈哥哥 以前最喜欢这幅画了 以前跟我说过好几次 想托人从美国带回来 所以这回 我就自作主张 托人从美国带回来了 嫂子 你不会太介意吧 当然不会 多好看啊 我接着拿物质啊 对了 我被你们带吃的了 我们已经吃过了 没关系 那就 当夜宵吧 沈哥哥每个星期都要吃的 不然就会不舒服 对吧 沈哥哥 对了 沈哥哥 我把你的这四分也带来了 沈哥哥 你不是说 不干着他睡觉的话 会做噩梦吗 嗨 沈大哥子 这两天睡我们家的棉被 没有割上点焦难的肌肤吧 谢谢你啊 小英子 放这儿吧 我帮你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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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结婚了吗 怎么还分开睡啊 昨天睡的沙发 你嫂子脾气大 闹别扭她惩罚我呢 我还没原谅你呢啊 吵吵闹闹闹的好甜蜜啊 不过 嫂子不是出了名的好脾气吗 怎么对沈哥哥这么严格啊 对全世界温顺 却唯独在我面前感发脾气 不正说明我在她心中 很特殊吗 好了好了 别秀爱爱了 让我看了都眼红了 沈哥哥 我把睡衣给你带来了 今天呢 我想换一个环境复习 去客厅吧 插饮 我学习的时候呢 需要特别安静 所以 孟小 干吗呢 没事的 嫂子 小孩子学习重要嘛 要不我们三个大人 去外面找个咖啡厅 预料题没听懂 可以教教我吗 好 好啊 在这个家里 你的要求是第一位的 佳颖 不管他们 我陪你去 妈 我要喝婴儿莲子汤 现在 看来小梦想 不太喜欢我在这里 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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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最近中考脾气不是很好 你 你是客人 想待多久待多久 小儿的话别往心里去啊 不会的 嫂子 怎么会呢 谁会跟这么可爱的小朋友 一般计较啊 而且我小时候脾气比她 还大呢 是不是沈哥哥 因为她老往我学校跑 我喝口水 你 我是不小心的啊 孩子 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你 加油 你又不是故意的 这又远回坐脚办理一下 不是故意的 怎么踩得这么巧啊 这 这不正好说明 我不是故意的吗 快跟你家姨姨道歉 快点 快点 对不起啊 乔阿姨 我 我 不要把你的礼物弄坏了 不过 我看你长得这么漂亮 心地一定很善良 不会在意的 对吧 这还说话乖里乖气呢 对不起啊 家姨 你乔阿姨当然不会在意 对吧 小影子 没事啊 嗨 来了 本季新款呢 怎么样 今天商场达九五折 我可是拼此拼活 才抢到这一支呢 还不错 不过要是能买到 那款限量版会更好 这包还有限量版 当然了 国内不好买 那些贵妇们 都得去欧洲订 既然这个包这么难买 那我背这支就可以了 你平时背着玩可以 要是跟我参加那些聚会 最好换一个 为什么呀 我就是因为配合你 参加你的聚会 我才买的这支包 我要是背着玩 我买这么贵的包干什么呀 菲菲 这款包今年很红 我已经看见 好几位夫人小姐 都拎着限量版 你要是拎个普通款 人家明面上不会说什么 暗地里 你的定位可就低了 太低势站了 菲菲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今天公司同事聚会 非让我来 这 这位是 林总 好久不见 你们俩认识的 不好意思 您是 上次您的网络首发会上 咱们见过了 只是当时人比较多 您也比较忙 可能不记得我了吗 这都怪我 你看我这脑子 他是我男朋友 名叫丹宁 丹宁 早有耳闻 我听初夏跟二朋友 跟我说过 给你 谢谢 不好意思 你看我这儿 连名片都没准备 哪儿的话呀 李总这种级别的人 还用得着名片吗 是吧 菲菲 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 李总是你朋友啊 我说过的呀 初夏 二鹏 还有泰迪局长 我只是没有介绍 他是个总裁罢了 我们朋友们在一起 从来不说工作的事情 以后您也别叫我李总了 就叫我泰迪吧 好 李总 泰迪 其实前两天呢 我跟两位老总 一起吃个饭 你也熟 SJ集团的孙总 和天籁集团的赵总 饭桌上 我们一起讨论了 新崛起的年轻新贵 他们二位对您是赞不绝口啊 你看我真是有点咕噜寡闻啊 我好像不认识这两位 是吗 那有机会一定给你们介绍一下 您这个科技新贵一向低调 也该多参加一下 我们这些人的聚会 明天就有个派对 要不一起来参加一下 明天我可能有些事情 要不改天吧 菲菲 你买的新包啊 是啊 真好看 真的吗 是啊 特别适合你 可惜它是个普通版的 跟限量版的没法比 逼出去挺丢人的 那我说 菲菲 您什么时候变得 那么没有自信了呀 包是不是限量的不重要 人是限量的 那就够了 太对了 咱俩说得是一模一样啊 刚才我劝了菲菲 一半天 这个包搭在她审上 那是绝配 是吧 菲菲 一前一后 能说出一模一样的话来 证明咱俩还是有 共同语言的 既然你明天没有时间 要不周伟母 太对学长 不好意思啊 我们俩刚刚约了看电影 还有半个小时就开场了 所以我们先走了 是吗 那赶快去吧 别耽误了 好 太对学长 下次再见 再见 走吧 时间快不够了 再见 再见啊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们什么时候买电影票了 太对学长是我朋友 我有对他不礼貌吗 是他有礼貌太热情了 初夏 二鹏 还有太对学长 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我们平时相处都很轻松 你可不可以不要做出一副 好像急于要从他身上得到什么的样子 这样我很尴尬 菲菲 你也是做商务的 朋友就是资源这个道理 估计你应用得比我还彻底 难道你就没跟李泰迪合作过 没求人家帮过忙 他确实是有给我介绍过 他们网站的负责人 可是我们公司最后也是凭借实力 通过曾曾选拔 他获得了自己的单子 那我也没坑蒙拐骗啊 我只是想约他出来聊一聊 又没说图人家什么 你至于吗 你还不是想带着他 去出示你那些所谓的名流聚会 好让大家看看 最火网站的首席是你的朋友 提升你在贵圈的身份 还有地位吗 这有什么问题吗 它有什么损失吗 菲菲 作为我的女朋友 你非但不帮我拉近 与李泰迪的关系 还跟我大谈什么公司分明 我真是不理解 丹尼尔 你已经过得够体面了 又何必为了那些看不见 摸不着的面子 费尽心思 甚至不惜巴结别人呢 什么 你刚才用的什么词 巴结 菲菲 你清高症发作 用这种词挤对我的时候 不觉得把自己也骂进去了吗 咱们上大街上问问去 哪个没卫心地 给领导赔过笑脸 谁没虚情假意地 陪着用得着的人吃过饭 这不是全世界的潜规则吗 我喜欢跟有能力的人做朋友 提升一下自己交际圈的水平 这有什么错 菲菲 我喜欢你 是因为你对这个社会 看得清 看得透 愿意跟我一起投入这个游戏 并乐在其中 没想到 你还突然跟我演起 什么白莲花来了 真是太让人失望了 停车 停车 好 嗯 嗯 我退了 回家吧 不去办调职手续带我去哪儿 离开之前我想送你个礼物 跟我来吧 对了 对不起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我想为梦想的行为道歉 昨天她那么对乔小姐 确实有点过分 不过这个孩子 真没什么恶意的 换做时十五岁的我 可能也会这么做 所以你没有必要 擅自替梦想道歉 是我感觉出了问题了吗 为什么这两天 你跟梦想突然间 好像一个鼻孔出气死的 连说话的调调都很像 真不知道你们两个之间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很简单 这个就叫做英雄湘西 你怎么不说蛇属一窝呀 你也在这个窝里 你别忘了 跟我来 这就是礼物 这么想跟我单独喝咖啡的话 我可以提供更好的场所给我们 喝咖啡 昨天是我的错 毕竟在职场也胆苦了几年 虽然没有什么成绩 但我至少知道 像你们这样的老板 看待问题 跟我们这样的小员工 是不一样的 所以 我不应该借着跟你有交情 就向你提出那么多要求 对不起 那么你以后还不给我饭吃吗 你最后也没饿着吧 所有事情都是你说了算 还不让受害者 发泄一下情绪啊 嘘嘘 干嘛 怎么了呀这是 哎 现在都第几稿了呀 都第六稿了 还不让我过 再来一稿啊 都快召唤神龙了 行吧 加油 气死我了 他是王大哥 平时嘻嘻哈哈的 脾气特别好 但是他最大的烦恼 就是他的顶头上司 他们组长有个特点 就是有什么话 都不一次性说完 所以王大哥的文案 也已经来来回回地 改了很多遍 所以你想让我跟他组长谈谈 不是 不是 他真的爱你 可是 我那客户都不爱你啊 行了 行了 我这一上午 连口水都没喝 我嗓子干死了 这个是麦吉 因为工作的关系 经常飞来飞去的 但是他的男朋友 特别的黏人 就算是出差 也非要跟去 所以 业绩就受了很大的影响 两个人也没少吵架 公司里还有妖儿呢 这个是方姐 他的孩子还没有出哺乳期 所以老公就经常 趁着休息的时候 把孩子抱过来 一解母子的相思之苦 我知道 在你的心里 审视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一样 每一个员工 就像一个又一个的零件 如果零件坏了 就该马上换新的 可是这些人 有喜 有悲 有烦恼 今天可能不及格 但明天经过努力 也许就能拿到一百分 他们跟机器零件不一样 我其实 真的没有干扰你管理的意思 前两天让你为难 我道歉 说是礼物也好 说是你又一次帮我的忙也好 我只是想在离开这里之前 带你重新认识一下 这里的员工们 我走了 我走了 慢慢洗澡 小心点 慢慢 我搬进来也有几天了 你们母子怎么就不知道 好好效仿一下 我这种优秀的人是怎么生活的 沈总 重新认识了那些员工之后 感觉怎么样 感觉不错 挺好的 那 我的职位是不是 也就不用调动了 小心 好 我一定会让她 尽快熟悉店里的业务 嗯 那沈泰 请跟我去办一下入职手续呗 叫我初夏就行了 按她的意思来 工作的时候忘掉什么总裁夫人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是 那请 总裁 沈泰工作的事情 是不是要再考虑一下呀 怎么了 店长助理是一个要负责很多具体事务的职位 沈泰在这方面一点经验也没有 恐怕工作起来会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想 你是不是应该安排一份既清闲又体面的工作 这样也符合她的身份哪 你的意思是 名义上给她一份工作其实把她养起来 是 我想如果你要这样安排的话 沈泰也许会非常满意的 是 石台 你看啊 因为上我们酒店来点红酒的比较多 上红酒的时候呢 一定要两手拖着 不能握着 温度是决定红酒味道的关键 啊 是啊 工作清闲 每个月还爱是领薪水 照理说都应该喜欢吧 但是她我可不太确定 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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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哭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知道吗 分手 是 店长 那位客人把桌子上的 陈设蜡烛当甜品吃了 怎么办 要不要去提醒她一下 爷爷 现在这个情况 已经很久破了 这时候上去提醒 她不更尴尬呀 吴店长 你看 要不要我们的人 偷偷地把其他桌上的 蜡烛收掉 然后再派一个人 去给这个女孩 换一个蜡蝶 借机把她的蜡烛 也给收回来 怎么样 好主意 快去 行 做咱们服务行业的 什么人都能见到 以后你就会喜欢了 我以后会多加主意点 嗯 我去 好 去吧 你好 麻烦给你换换蝶蝶吧 非常好吗 请问 您的甜品还用吗 请慢用 以前以为 他跟谁都吵不起来 是因为单纯怕事 所以才安排他去做 劝退员工的工作 现在我发现 他是真的设身处地地 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问题 并且把人当人赖相处对待 这一点说起来普通 可又是谁能完全做到的 上一份工作确实不适合他 但咱们的餐厅 确实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 能由孟初夏来帮助店长 是餐厅的运气 沈高哥 兄弟 他好像生病了 不舒服 你快回来看看吧 对吧 对吧